2020年人口普查將會影響未來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、醫療、社區公共設施等資金分配 請立即上賣2020.census.gov參與普查 總統特朗普應對疫情宣布60天暫停發放6卡及關閉移民大門 北加州新驗出兩例新冠死亡病例 顯示社區傳播1月中已在加州發生 兩病患死於2月6日及11日均做於美國第一例死亡記錄 新冠病毒無形預測任何州不應該五一前重開 福奇領導的聯邦機構稱目前沒有有效的新冠樣物 宣布重開的南卡及喬治亞州 更認6月上中旬才開放 疫情反覆新加坡封鎖令延長至6月1日 荷蘭宣布職業足球聯賽等公共集會限制延長至9月1日 建制中文科技延長至16月1日 1月4日 延長至28月1日 1月4日 感谢观看